只要演戏 心戏 任何人都可以剪出好看的图样 李幻章老师毕生致力推广剪纸艺术之美 曾于国部纪念馆的生活美学班开班授课数年 是民众报名踊跃的课程之一 李老师精湛的剪纸艺术与记忆研究获得重视 文化部在民国103年 制定李幻章老师为重要传统艺术剪纸保存者 也就是俗称的人间国宝 虽然李大师于民国104年辞世 但我们还是能够从珍贵的作品中 感受他对剪纸创作的热情 剪纸 俗称窗花 农业社会每逢婚伤起庆时被广泛运用 特别是农历过年 家家户户在整理房舍后 贴上各式吉祥剪纸图案 增添年节气氛 荣获传统艺术最高荣誉新传奖的李幻章 将一生所学传承下去 只要有艺术涵养 艺术眼光 就能剪出五花八门精彩生动的图案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